HELLO 大家有嘗試用手機拍攝Vogue或是紀錄狗狗的影片嗎?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使用RAMBO單軸穩定器拍攝你的大片 首先Vogue拍攝,你來到一個地方一定會用手機拍攝一下這裡的周遭嘛 如果他本人同時入鏡啊,手機防手震不夠或是想要拍更廣的範圍,其實拍出來就會很晃了 尤其你手沒辦法伸那麼長,把環境跟你都同時入鏡嘛 這時候你就可以使用RAMBO單軸穩定器,給大家看一下我拍攝的畫面 你看我快速旋轉移動環境,使用RAMBO單軸穩定器快速旋轉,主體依然是沒有畫的 何況很多女生會使用美顏的APP來拍攝,給大家看一段 你看,影片中的我也是依賴脫脫的 再來就是邊走邊拍,就非常的容易晃了 但是你看我就算使用APP拍攝,畫質呈現也是相當的不錯 另外在咖啡廳,不管是一鏡到底的拍攝 或是把RAMBO單軸穩定器打開,變成支架,你可以拍攝美食或自拍也非常的方便喔 再來就是我家的寶貝啦 其實我家寶貝非常不受空 很難拍到很可愛的模樣 尤其是跟他自拍的時候他的臉都是像這樣 都是移開的狀態 大部分我拍他都是像這樣的照片 所以比起拍照,我更喜歡錄他可愛的模樣了 尤其是你看國外像那種拍攝可愛的畫面 身為公爐的我,非常想要這樣拍 不過你在戶外錄影的時候,單用手機拍攝啊 其實很難捕捉到你狗狗可愛的模樣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使用RAMBO單軸穩定器拍攝 我們可以把這個桿子拉長 反正啊,可以近距離拍攝我們狗狗可愛的模樣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成品囉 RAMBO單軸穩定器 除了上述的拍攝之外呢 你還可以使用RAMBO單軸穩定器 拍攝一下比較有情境的大片 除了上述之外,我們來講一下RAMBO單軸穩定器使用的方式吧 單軸手機夾有450mAh的電量 平常使用的時候,短按一次狠拍 再按一次就變直拍 除了當一般的支架之外 還可以調整你完美的自拍角度 還有附一個藍牙遙控器讓你自拍更方便喔 而且啊,這個收納也非常的方便 這樣就可以收了 你要直接放包包也不會佔太多的空間 不知道大家對這支RAMBO單軸穩定器心動了嗎? 那今天介紹到這裡,安妞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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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